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朝人到底是有多重视头发呢? 据说慈禧每天五点早早起床 直到八点只做三件事 洗脸 化妆 梳头 见过他的西方记者表示 七十多岁的慈禧比照片年轻多了 头发乌黑油亮 满头朱翠 梳头对古人来说是件大事 不仅护发 更是养生 宋美玲深谙其道 要求身边的侍从 一定要用木制的书子 早晚有规律的书头 往返回书二十次 她活到一百多岁 去世时依然满头青丝 头发浓腻 宋美玲的书头养生法如此有用 可能顺应从中医所说的 发胃血之余 只有把头发疏通 疏透 气血才会充盈 身体才会真正的健康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 很多人花上千块区区抗染 又花了很多心思海豪 各种昂贵的护发产品 但头发依然脆弱的不行 一天不用护发素 就肝肤分差 心好了 实际上最简单的办法也最有效 与其在头发的外表下 收效深微的功夫 不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书气血 活经络 答案很简单 就是古人每天早晚必做的事 书头 一书诸病原后路 本来就有记载 天过书头 头不白 但用什么样材质的墓书来书头 其实非常有讲究 常见的材质 有陶墓书 黄炎书和弹墓书 其中属弹墓书最为珍贵 全中国最懂养生的女人慈禧 就令人专门用弹墓做书子给自己书头 天然正宗的绿坛 也做御坛 又是所有弹墓中最常用来做墓书的 绿坛手感细腻 百年成才 特性高贵 尽有灵性 从前只盛行于宫廷 被认定是为书子而生的墓材 绿坛书天然有一种被岁月喜获的温润 是书子中的上品 我被这款周广胜传统手作墓书深深种草 除了他家每一把书子 都是精美的手作之外 很大程度上 就因为他用上好的天然绿坛做书子的原材料 坛木虽然难得 但为了完整的保留坛木的香气和功效 生于百年木雕世家的周广胜师傅 固执地用一整块绿坛木 雕刻一把书子 每一笔刻刀下去 都需要极高的专注力 以及传承百年的木雕手艺 方不辜负坛木的珍贵 精力画图 开尺、暗线、深刻等数十道工序 上万次精雕细琢 才成就一柄艺术品般的手作墓书 为了追求栩栩如生的礼、体感 坛木书都是双面雕画 用的木料更厚重 重叠繁复的花朵富有层次 每一个细节都精致地像古代宫廷的御用之物 坛木书的颜值已经很高 但手感更令我惊艳 精美的雕刻摸上去 没有丝毫突兀的感觉 圆润细腻的手感 反而让我忍不住一摸再摸 感受着每一半花朵的纹路 周师傅是个细节狂 他深知 书齿对于一把木书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他对书齿的打磨 比木刻雕花还要精细百倍 最终的成品就是 每一个书齿都极为圆润 天然绿坛木的特殊质的 又让书齿十分柔韧 杜绝了普通梳子 道沟商发的烦恼 默默润两着每一根发丝 拿在手中 刚梳了第一一下 就感觉头皮被极其温柔地抚摸了 书齿没有其他木书那种 和头发纠缠打架的对抗感 反而像一双经过岁月沉淀的手 细腻地穿过发丝 书掉头发里的每一个小纠结 只有温润的重感留在发尖 这种感觉 令我想哭 自己很久很久 没有被这么温柔地对待过了 书完一变头发 感觉凉丝丝的 还有一缕油香 本来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 原来谭木书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高贵低调 米酒不散 美书以下 檀香的气息 都会在青丝上多留一分 随着时光流逝 发丝总会留有若隐若现的淡淡香气 本草纲目记载 玉坛木的香气走中交 醉心肺 心血管特别有好处 本身就是鸣心尽气的好物 青丝和木书之间 是有很深的缘分的 好的木书不伤发 更好的木书会养发 这把谭木书有一种油脂 拿一把在手中 东不伤手 下无静点 随着四季更迭 绿坛木特有的芳香油脂 会随着每一次 书发无声的滋养着头发 使用时间越久 秀发被滋养得越柔顺黑亮 这把谭木书 帮你留住青丝芳华 抵御岁月白头 周广盛传统手作木书 十点好物特贵价 一百零八到一百四十九元 点击购买头疼疲惫的 时候 辗转难眠的时候 我就用这柄木书 一遍又一遍的书通头发 伴随着谭木特有的优良香气 一种被安抚的玉贴感漫上心头 让睡眠不好的人夜夜好眠 周师傅说 做木书十几年 只想做随着时间流逝 而愈发珍贵的书子 手作的绿坛木书拿到手里 只觉得有一种静好的岁月感 跟一切老物件相似 谭木书也会被时光细腻地盘出包厢 随着每日与青丝而病丝抹 日久天长 谭木书会变得盈润 通透 握在手里 有岁月的质感 初见成黄色 新鲜时浅至深绿色 纠则转成上好的橄榄绿 成为真正能陪伴你一辈子的贴心好物 花影横斜 池水清浅这饼书名为花影 书被花影重叠 从花尊里肆意生长 花影之间 美人梳妆 送你一段悠长惬意的时光 使你与此书共享 灵狐拥抹 妩媚动人山海经中 九尾灵狐只有在太平的时候会出现 被称为锐 更是爱情的吉兆 书 饼上我这一只慵懒的九尾灵狐 每日用它书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桃花好月 百年好合 义书定情自古 木书曾做定情之物 结发童心 以书为礼 如果男子送木书给女子 说明他并不是一时心动 而是真心成异地 欲与你白头偕老 这把百年好合 温婉茂盛盛的板和花枝缠绕书柄 愿意一辈子都跟你一起慢慢度过 喜地鸳啊 永结童心在天愿为比一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鸳让自古都是一个好一头 能情投意合的 不一定是别人 陪你终生 懂你 爱你 呵护你的 也可以是这把梳子 每一次梳头 都能感到被温柔的爱着 呵呵美美 一生顺发在一把檀木梳子上 别有灵犀的雕刻了和夜雨和花 复刻了一池江南的和堂 使用这把梳子梳头 不知不觉间就拥有了江南女子的古典和温娃 令人心动 呵呵美美 寓意着呵呵美美 成双成对 更适合赠送给情侣 蕴含着日子和美 一生顺发的美好祝愿 周广盛传统首座木书 十点好物特惠价 108到149元 点击购买周广盛师傅 并不想做一款随用随起的消耗品 在他的理解中 木书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使用率非常高的必需品 一柄好书 是能经久流传的贴身好物 应该像美人装脸里其他的首饰一样 被精心对待 让岁月赋予他价值 于是每一款木书 都有一个精美的高级礼盒相送 优美的景泰兰流苏世界 温柔着木书 婉转了时光随书附赠的清洁包 里面有一个柔软的小刷子 湿巾和一小块擦拭布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小刷子轻易递刷干净疏尺 湿巾温养着木头 擦拭布将它擦干 精心养护的檀木书 才会日益散发温润的光泽 值得一提的是 这把檀木书的大小和长短非常合适 放在腓里和附赠的锦带中 哪怕被再小的包都能随身携带 随用嘴拿 让你瞬间恢复从容自信的状态 毫无君今晚为小伙伴争取来了独家超值福利 现代下单 前六百名小伙伴会收到下面这款非常精致的赠品 迷你天鹅檀木书 绿檀木有情侣之木的象征 因为绿檀树一旦选定与之共生的树 就会至死不渝 一柄书 赠人是言语无法表达的情意 赠己则是向着爱自己的方向迈出勇敢的一步 让自己的日子从这一刻起 被书里的柔顺欲贴 宠辱不惊 我们的确可以从头开始变得更好 好物君说中秋节倒计时 如何送礼才能有理有面不出错 中秋旋理攻略 告诉你答案出此查看 陪你提升生活品质 教你挑选 适合各个年龄段 的好书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